朝陽十幾分 我覺得陳冠說得很好 其實什麽是公平判決 公平這件事真的很難判定 對的 但官司當然又輸又贏 贏的方不一定會覺得公平 但輸的方當然是覺得不公平的 其實現在的制度不停地發展和修改 都是想做到公平公正公開這個原則而已 不過公平這件事始終很難去界定 如果能夠令到大多數人滿意 將傷害他人或者做錯事的人受到處罰 令到這個社會安定下來 這樣我想應該都可以達到一種平衡 嗯 我都覺得是 我想問陳法官 如果一些對社會會造成大影響的人犯了法 例如一個香港社團人員最多的黑幫大佬 或者是香港第一大富豪 已經掌握了他們的犯罪證據 你可以隨時判他們兩個人終身監禁 但是你任何判一個人都會引起社會的大動盪 你是判了 還是不判呢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個概念 是不是真的可以現實中做到呢 多謝 如果你問我 如果當我審的當然了 我不做的話 我要解釋一個理由 為何要這個佛十年 這個佛八年 我也要解釋給你聽 如果我不信服得到你 因為你隨便一個人的時候 社會上都可以批評我 亦都隨便一個人都會上訴 這是一個機制在這裡 但你如果問我應不應罰 那麼簡單 一樣 所有的官員的答案 我一定會跟你說 他將會盡量判一樣的 如果是同樣的罪 但世界上 沒有兩項案件完全相同 所以半多半少 有機會在這裡 但未必做得出來 譬如舉個例子 社團大佬 一群人去打架 斬到七彩 很多人傷亡 那當然會比較嚴重 如果什麼什麼大機構 長什麼什麼交叉機構 那它是斬人的 那它有可能斬一個 或者斬兩個 那就有不同的 當然每一項 如果斬死人兩個 都是判終身監禁 但你看那個程度如何 所以兩件事 同樣犯我的罪 除非法律上規定 必須罰這個人 譬如是死刑的 或者是終身監禁的 他不能選擇的 那當然就不會 如果不是 根據的證據 你判應該就一樣 根據情況一樣 應該判刑也一樣 我想問你 在做法官位的時候 你覺得最難做到的事情 是什麼呢 會不會很難去撇除自己的 一些個人的主觀因素 還是要爭取到所有人的認同呢 這個題目不是容易回答 不過就是盡量回答 有幾個層次 以我自己個人經驗 我就會覺得 我不會因為看到其他人 就是我的判詞 或者我的判決 是其他人有些認同 有些不認同 我不是爭取他 他認同 而判這個案件 我的經驗來說 最痛苦是什麼呢 最辛苦 最難判的呢 就是 有時候你知道他犯了 你不可以不判他 但他事實上有很多特殊的情況 你怎樣著墨呢 無論是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 譬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去運毒 法例有很多判詞 看見你運多少毒品 判多少呢 它有個range 就是有多少 但當你 譬如五個gram至十個gram 判多少 那你又可以走賺 兩年至五年 那你如果覺得心裡不安樂 你就判兩年 但問題 你已經覺得兩年都嫌多 你心裡很不安樂 你不想判他兩年 你要找些辣 找些辣 是判他輕 但問題 你要別人信服 第二 你判了他 我曾經試過 判他輕的時候 政府上訴 到後來 家營 等一會就害了他 所以這也是我最大的痛苦 案件